大家好,我是ST,依法半导体安全与连接事业部的市场经理罗洪旭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旗1.3安全认证身份认证解决方案 在我右手边就是旗1.3无线充安全身份认证模块开发板 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 电源,带屏幕的接收器模块,发射器模块 以及我们今天的主角,安全身份认证扩展板 在我们的安全身份认证扩展板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集成了一颗ST-SAFE安全认证芯片 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整个旗无线充身份认证的交易过程 接收器放置在发射器的线圈之上 可以看到系统已经开始上电 接收器模块首先会检测自身的充电接收能力 然后请求发射器模块的安全认证证书 在完成安全认证签名与认签之后 可以启动快速充电 大家可以看到充电电压从5伏开始稳步提升到15伏 完成快速充电的过程 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本人或者找到我们相应的客户经理 谢谢